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它包裹在里面的一些方案呢 又让美国的经济常常会陷入所谓的白宫可能会关门 甚至一些社会福利法案发不出来 甚至让美国陷入所谓的债券违约的风险之中 那大家也知道呢 在去年的其中选举 拜登的民主党好不容易保持住了参议院的这个多数党的席位 可是众议院是由共和党掌持的 而这次麦卡锡在选举之中遇到的颠颠勃勃 也让他对同党的议员不得不采取一些妥协 所以现在很可能的情况就是 众议院虽然可能会同意所谓债务上限的一个延缓 或者是往上的提升 可是他们也会要求民主党必须削减开支 而削减开支对于掌握参议院多数的民主党 又不能答应 所以这样的情况会让我们感觉 是不是美国的两党对立的情况又会开始出现 而2023年本来很多人就担心 全球经济的不确定因素非常多 如果美国的债务上限的僵局真的陷入了负面 那对全世界当然是不好的 事实上美国已经在1月初 达到了他的债务上限314亿美元 那现在他的叫做支不抵债 或者入不敷出 也就是他的收入只有他的债务要付的80%左右 所以他的财政部长叶伦呢 也公开警告全世界 如果美国的债务上限的僵局不能去突破的话 对全球经济绝对会带来致命的一个伤害 那事实上也有很多人提出不同的看法 有人会说 那你美国干脆在一兆以上的这个美元 不就好了吗 或者你透过一些所谓的财务设计 或杠杆设计去突破 甚至所谓的推动时事修正案 去让美国的这个债务上限可以持续性 不过《罗云金融时报》 倒是在文章的最后呼吁美国 不应该让这种情况一再的repeat 或者是重复 因为这种不确定性 除了对美国伤害之外 也会影响到全世界 而事实上所谓一个国家的债务上限 在很多国家它其实已经突破 包括丹麦已经取消了债务上限 包括澳大利亚也没有这样的规定 美国是不是应该重新回到 Fondamental去思考一下 怎么样去突破美国债务上限 这一个周而复始的丑剧 甚至找到一个更明智的方式来突破 那在这个预算的方式里面 只有美国的债务 是预备所谓的可持续性 可能对美国的长期发展 才有正面的帮助 才不会一而再 再而再的让我们看到 非常奇怪的白宫关门这样的闹剧 以上那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有关伦敦金融时报 针对美国债务上限僵局的一个报道跟分析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见 哈喽我是叶鸣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 请订阅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